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这个小字讲到说都只是他们的一些推测 或者是还没有实行的政策等等 就像关于移民改革也有一些文章说 现在已经在排期中好几百万排期的就都不算了 清零了 绿卡持有人也不能给配偶申请绿卡了 过后再说这只是某一种提案 距离真正的通过实施还差得很远 相应的我们也有很多客户比较关心 想要申请绿卡 签证 转换身份 状态 联系我们 所以我们这里讲一下 当然了这个政策 政治将来也可能会改变 但是我们这一个视频着重给大家介绍的是 根据目前的法律法规 哪些福利不会影响绿卡批准 我们还有一个姐妹篇会讲到说将来可能会怎么样 有一些提案或者说正在经过讨论的新的政策 大家也可以一并收看了解 关于哪些福利不会影响绿卡批准呢 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 就是说看申请人是否会成为公众负担 英文叫public charge 那么理论上说根据美国的移民法 鼓励大家自力更生 那么如果一个潜在的移民申请人可能会成为公众负担 那么按照法律不能成为美国的永久居民 不能拿绿卡 怎样来判断呢 根据你申请的时候这个状况来判断 你在当前或者以后是否会成为公众负担 那么考虑哪一些参数一些因素呢 比如说申请人的年龄 健康状况 资产 财务状况 以及能够获得的资源 还有什么呢 教育程度 掌握的技能 那么对于职业移民 尤其是专业人士 高技术的 这样呢 一般来说呢 没有问题 对于亲属移民呢 一般有家人或者朋友提供担保 要贴爱864这个财务担保表 这个表格呢 以前可能没有严格执行 以后呢 就是说你提供财务担保嘛 签字要有一个负责任 那么对于难民申请政治庇护的 优签证的受害者等等 这些人呢 不受公众负担规定的限制 不需要证明自己不是公众负担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 大家知道呢 现在啊 像这个政治庇护啊 难民啊什么的 可能越来越难以申请了 有堆积如山的申请 要获得批准 也比原来时间更长 更难成功 那么以上呢 是介绍这个公众负担 那么这中间呢 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 就是说我用过福利 那我是否就自动成为公众负担了呢 不是这样的 移民局的网站宣传介绍呢 也明确的提到 像有一些媒体嘛 都是听风就是雨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呢 给大家介绍来自移民局的官方信息 供大家来参考 移民局的网站上明确讲到呢 对于不是美国公民的人 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 接受比如说灾害的救助啊 因为天气啊地震等等原因啊 或者传染病的防治 打疫苗 儿童的营养补助 包括在校园的免费餐 还有儿童接受的卫生照顾 这些呢 并不会被认为是公众负担 那么什么样的是公众负担呢 简单来说 如果你依靠政府来生活 你有这个接受来自政府的现金救助 然后呢 依赖政府提供的资金 来维持你的生活 如果是有一种医疗的服务 叫Medicaid 依赖这个Medicaid 做长期照顾 比如说有的人有老年痴呆症 完全由政府提供资金 提供照顾 也有可能 具体的呢 要因人而异 case by case 来看个例来决定 那么还有哪些不算公众负担 这些福利不会影响绿卡批准呢 我们再详细讲一下 还有很多 比如说一般性的医疗救助 包括突发疾病 到急诊室 或者其他的诊所看病 还有呢 成人和孩子的疫苗 防止传染病 比如说女性在怀孕期间 受到的照顾这些 即使你用了Medicaid 按照目前的规定都不算 公众负担不影响绿卡 那过去用过算不算呢 那当然更不算 不用担心 当然需要写上 一会儿我们会讲 还有什么呢 儿童的健康照顾 有的保险 项目 有给儿童专门提供营养的 当然有的孩子 出生在美国 是美国公民 但也有的是孩子很小 从国外带到美国的 是吧 还有给孕妇的营养 有一种呢 叫WIC 这个呢 是缩写 有的那低收入的人工作 有一种叫 Work Income Credit 也缩写 叫WIC 那一般是报税时候用 这里呢 这个不一样 这个WIC呢 指的是 Nutrition Program For Women Infants And Children 就是说你在怀孕期间 以及孩子刚出生 比如可以领有的奶粉啊 有的什么营养品 像这些 这个都不算 然后学校给孩子呢 有的时候低收入家庭 有免费的 或者是降价的午餐 还有早餐 这样鼓励孩子来上学嘛 还有别的食品补助 包括食品券 食品券呢 看目前的情况呢 不算公众负担 当然要看具体情况了 一般不算 然后将来的呢 我们另外有食品会减 还有什么呢 有的住房的福利 包括老年公寓 有的政府提供补贴的 照顾儿童的福利 还有那些其他紧急帮助 比如说冬天 有的地方天很冷 有取暖的帮助 还有呢 有一些这个就业方面的培训 以及呢 有的可能对华人观众 比较少遇到 但是呢 我们一定讲到 比如有流浪者的收容所 有的呢 英文叫Soup Kitchen 中文呢 可能叫师周所之类的 可能不是很好听 但是呢 就是说可以领取食物的地方 然后呢 还有遇到危机 可以咨询的 如果有公办的 政府补助的 都不算公众负担 不管你是现在正在领 还是过去领过 按照目前的法规 都不影响你的绿卡批准 还有一点 我们想强调 最重要的呢 就是说有一些是 可以说是现金的收入 但是呢 是你自己挣到的 比如说 那我退休了 退休金 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 退休机 社保 还有呢 如果失去工作了 失业保险 这个失业保险呢 是你在工作的时候 个人和雇主 尤其是雇主呢 为你来交的 这个每个州规定不一样 有联邦的 还有州的 那么万一失业了呢 可以领取 这个呢 都是你车保险啊 房子保险 是有工作的时候 挣到的付的 我们前面这个详细的 给大家解释了 哪一些福利 不算公众负担 不影响绿卡批准 但是呢 在这个485的申请表上啊 另外呢 还有这个问题 问呢 说你是否拿过福利 接受过Public Assistance 这个和Public Charge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像拿过食品券 或者WIC 等等 其他的这一些 那么呢 都算是有福利 虽然不影响我取得绿卡 但是呢 在485表格 申请表上呢 我需要如实的详细填写 否则呢 移民局可能会认为 你的申请表上造假 会有严重厚补 你这个填写 有什么福利 并不等于说 申请会被拒 要分清这两点 那么最后呢 我们这里强调一下 以上讲的都是目前 当前适用的法规 然后呢 我们录制这个视频的时间 是2019年的6月 那么另外呢 政府确实还有 关于福利方面的新规定 并没有正式的实施的日期 现在我们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生效 这个新规定的内容呢 会有另外一个视频 给大家具体介绍 好 谢谢